这一期要讲的是2016年我为长篇小说《大典》写的后续 这里把它作为文革前后史的末篇 是因为与高科技的结合 使今天的专制权利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能力 社会未来究竟会怎么发展 因此要进行新的展望 我的两部姊妹篇小说《黄祸》和《转世》所写的中国未来 分别通向黑暗和光明 现在不能确定哪个会成真 可以说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正处于插路口 1.我的小说大典 全书没有显示希望 没指名出路 没有英雄人物 似乎实现了民主 却又与民主运动无关 甚至全书没有一个征求民主的人 一切出于私利算计 虽然发生了中国社会的转型 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和说法 本质照旧 总之大典 总之大典写的是小人物 平庸位 牟利者的世界 运行和变化都是由欲望和野心去世 并决定 我以前写故事不是这样 即使在黄霍的大毁灭中 也是遍地英雄 可歌可泣 结局惨烈 希望 仍然萌芽 我的写作计划中 原本没有大典 从2010年到2014年 我在写另一部长篇小说《转世》 是我的另一部长篇小说 《王霍的子妹篇》 已经完成了50万字的初稿 网上连载了16万字 但是我在2014年停止连载转世 出版进程 也搁置 原因是现实的走向 与小说的开端走向是相配的 照理说 转世是幻想小说 不受现实的限制 但是我要求 自己写政治幻想小说 开端要起步于社会现实 如同是写现实主义小说 然后尊心逻辑的发展 一环扣一环地 推演出后面的故事 整体 如同从眼前的现实 一步一步 走进未来的现实 我希望这种方式将我的小说 与纯粹的幻想 区分 给读者的不是神奇想象和刺激 而是一起思考 所置身的现实社会将怎样发展 能不能变得更好 就在转世接近完成时 四年写作的时间 让现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呈现了根本性的差异 我要求小说要有的现实主义开端 因而失去了基础 那就如房子接近盖好时发现了房积 发生了错位一样 是不能交工的 想按照现实修改小说 很困难 因为开端是小说结构和脉络的基础 牵一发动全身 要改开端几乎等于要重写 因此便搁置下来 当时我不清楚该如何解决 只等等看 现实发展会不会回到小说设定的开端 然而现实的差距继续扩大 越来越大 到2015年底 我决定不再等 但也不是重写转世的开端 而是另写一部小说 作为现实与转世之间的过渡 弥补二者的差距 于是便有了大典 大典可以当成转世的前传 以使我能保持原有的开端 继续完成转世 说大典是转世的前传 只是在大背景的意义 让转世原本的寡头政治重新揭续 大典中的独裁者 被其权力机器中的官僚刺杀 看似偶然的情节 又有某种必然 大典展示的未来虽然悲观 从另一角度看 当集权统治日益严密 挑战力量不断示威 专制似乎日久天长时 大典当中的当权者 那么不堪一击 红色帝国 被几个自我盘算的小角色轻易地掀翻 这种描写又会被认为过于乐观了 不过 我的悲观不在眼前 而是书中描写的政权变色 统治者换位 不以为会变好 只是从一种不好 换到了另一种不好 这才是更深层的悲观 本质上我不是一个悲观者 至少不干预悲观 我把大典写成无希望的反乌托邦 是因为我已经写了转世 大典所缺的乐观 转世中都有 我把写大典当作对转世的平衡 避免转世被视为过于乐观 从这个角度 我搁置转世 中间插进一部大典 可以算坏事变好事 有了大典 转世开端与现实的脱节 并不再是障碍 让我能够随后完成转世 并正式的推出 大典同时 也可以被当作黄祸的前转 因为只要有一天发生 如同大典那种变化 中国的走向最终只能有两个 不是转世就是黄祸 从这个意义上 目前外表繁华 且暗藏凶险的大典 即将决定我们的未来 二 大典中描写的邪连网 孟造仪 电子风 神经阻断剂 摄像头 大数据 算法 网格化 有了这些现代科技手段 专制权力与被同志者之间的关系 便会发生一个根本变化 以往的专制权力 依靠军队警察和对武器的垄断 虽然强大 却始终有一个软肋 无法以少至多 统治机器无论怎么扩大 人数上也比被统治者少很多 因此总有眼看不见 手伸不倒之处 摆密一书或是生长出反叛的力量 或是出现导致溃疤的瘀血 或是生出不稳定的萌芽 最终导致专制垮台 如同西方谚语说的断了马蹄钉摔了马 伤了将军输了战争 最终亡了国 以往的专制难题 在于他不可能给每个马蹄钉派上看守的兵 因此便杜绝不了从马蹄钉导向灭亡的链条 然而 若是能给马蹄钉都加上大典设像的SID 一个斜连网中心即可监控所有的马蹄钉 提前发现任何断裂的前兆 或是更换 或是停跑 或是让将军换座骑 那么 从马蹄钉到王国的链条 便不再会出现 大典中的斜连网 眼下尚属幻想 现实中的技术 却没有困难 计算机和互联网时代 把人类纳入数字状态 专制者便能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以少之多 大数据可以捕捉全部痕迹 算法可以发现所有可疑 专制权力 人数虽少 计算机的能力却比人强万倍 专制权力拥有最强大的科技 以前专制者做不到的 今天的专制者能做到 以前的反抗者能做到的 今天已经做不到 科技不但提供专制的手段 也给专制提供物质基础 现代科技确保不在发生饥饿 且能让民众维持小坑 历史上最大的革命动力便会退出舞台 那么还有什么能挑战专制 甚至随人工智能的发展 专制权力不仅能早早地预测危机 发现威胁 还能建立起绝对服从 且能力超强的机器人警察和军队 当专制达到那一步时 还有什么变革的可能 当一切威胁和危机都能消灭 不变也能地久天长 被绝对权力绝对腐蚀的专制者 便绝对不会变 看当今世界的现实 原本的专制统治更加专制 民主转型的社会也在退向专制 原因之一便是科技专制 能让当权者已少之多 科技会不会威胁民主 可以另做讨论 对我们更有现实意义的是 专制权力能否因为掌握科技 而变成万年的铁桶江山 大典正是在这个层面推演的故事 那不是我先有结论后写的故事 而是在故事自身逻辑展开中导出的结论 科技专制可以比以往任何专制 都严密 几乎天衣无缝 看上去毫无破局的可能 然而大典中没有枭雄出场 没有集团谋划 没有军队倒戈 没有大厦江崩的迹象 只有一个想自保的官僚 一个有野心的商人 一个边疆小警察 加上一个书呆子工程师 便让庞大的专制机器土崩瓦解 连点像样的反应都没有 出现这种情况 是因为科技专制有一个自身的死穴 当专制权力必须依赖日新月异的科技时 专制者自己却掌握不了那些科技 只能依赖专家 托付下属 而那些处于将科技与专制机器结合 至节点位置上的人 便具备了对专制机器 以少至多的能力 专制自古发明的 指缘内部人的方法 对那些人常常无效 因为专制者对新科技的懵懂 根本看不到哪些节点可能产生何种威胁 甚至不知道节点在何处 因此对发自内部的攻击无从设防 或即使捕牢也是在亡羊之后 而随着新科技的不断发展 总会有新的亡羊 跑在旧的捕牢之前 以往的权力是线性的 如军队强弱 与士兵和武器数量成正比 要想颠覆权力 也需要同比的线性力量 支付同比的线性成本 防范颠覆 只需控制颠覆力量 及支付能力的线性增长 然而科技改变了这种线性关系 科技力量不是线性的 尤其是从专制机器内部发动的颠覆 有时只需某处节点的一个指令 便可成本为零的无限复制扩散 或是一个格式化的操作 就把已有的一切变成空白 让系统重新启动 理论上 保证内部成员的绝对忠诚 可以防止这种危险 问题在于 最可靠的忠诚 信仰 是今日专制机器所没有的 只能靠利益和恐惧维系 而专制权力必然是不会公平的 不公除了伤害被统治者 也免不了会伤害到专制机器内部的成员 那时 该成员的利益就失去 只剩下恐惧为系终成 而恐惧在于一旦背叛失败 所遭到的惩罚 如果受到不公正的伤害者 恰好位于科技与专制机器结合的节点上 他就有百分之百的成功把握 那又何须恐惧 其唯一值得担心的是不能留任何后患 所以只要出手就必须绝不留情 一招致命 绝不留下亡羊补牢的可能 从而这样的内部反叛 就不会再有旧视权力斗争的周旋和渐进 因此科技专制固然能使专制者 前所未有的强大 同时亦会使其面临更难防范的危险 科技既可以让专制权力固若尽汤 也可以使其垮塌突如其来 科技专制面对的不确定 不比传统的专制少 大典中的小人物颠覆专制权力 至今先有先例 那是因为以往的专制没有到达科技时代 以少至多的手段尚不俱备 科技专制是随数字化时代出现的 目前还处于两个时代的交替 性质变化逐步才会险落 可以相信将来专制及其内部 终会发生大典式的破局 且都是在谁也想不到的情况下 突如其来的发生 只不过那种破局很难带来真正的变化 新上台者会继承科技专制的以少至多 即使打起民主旗号 也会换汤不换药的重蹈专制 还有一种可能是分裂为多个互相斗争的专制集团 往往伴随着暴民四起造成社会动荡 无法控制的灾难接种而来 最终滑翔崩溃 我会在大典中描写那种前景 是因为我在黄祸中已经写的够多 展望大典之后会发生什么 黄祸至今仍是我认为最可能成真的前景 三 面对科技民主 民主对科技的运用差距太大 而且越来越大 民主的普选 党争 言论等模式几乎百年不变 在日新月异进步的科技专制面前 往往被动挨打 难以抵挡 甚至被科技专制所操控 民主要摆脱这种局面 只有用科技武装自身 不是仅仅把科技当作老方式的工具 而是与科技融合 形成新的民主方式和民主结构 才能战胜科技专制 科技民主应该从何做起 民主自打超出部落规模后 就离不开操作的技术 民主的最大难点其实就在规模 民主技术始终围绕着解决这个难点 竞选 表决 待遇制等 都属于这种技术 科技时代以前的民主技术 只是对规模进行简化 如采用是或否的两极表学 或由当选人替代民众参政掌权 弊病正是出在这种简化 尤其当社会规模日益庞大 社会生活日益复杂的千头万绪 较为一体 传统民主技术的弊病就更为突出 也更一沦为科技专制的玩物 真正的民主应该让人人都能表达完整意志 相互充分协商 每个人的意志都能体现于决策 以往的理论 皆断言大规模社会做不到这一点 唯有进行最大程度的简化 然而有了计算机 互联网和移动通讯 这种断言不再是必然 专制能用科技实现以少之多 为何民主不能用科技实现以多至少 毕竟多比少更有力量 以多至少理应胜得过以少之多 当统治者能用大数据实施专制 为什么民众不能用大数据产生民主 毕竟大数据的源泉在民不在关 凭什么只能被专制所用 而不能用于民主 对科技民主的探索和应用 正是今天追求民主的人们 该做能做 或至少是能参与的 市场经济具有驱动科技民主 形成突破的力量 关键是要有这种自觉的意识 采用新的科技 带来新的民主 而且要把科技领域当做 新世纪民主战胜专制的主要战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